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来讲一下羊 上帝希望我们大家只获得好的祝福 这正是我符合我们立下的应许 那么有些信徒就讲了 需要得到的祝福有这么的多吗 当然了 宇宙的祝福是多么的庞大 上帝是要把整个宇宙的祝福全给我们 而正是因为我们不顺从 正是因为我们没有顺从 没有得到这个祝福 所以我们要获得这个祝福 整天要得到这个祝福才对的 无论我们每个人的事情 每个人的事情都已经很多了 再加上我们儿孙的事情 不仅这些 我们还要做爱国者 拯救这个国家和民族 做爱国者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真的是很多 这一切一切都是得福的事情 我得到了祝福 我也能使身边的人得到祝福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你首先要做得福的人 这时候你能给身边的人分享你的祝福 我们要把我们的祝福 留给我们的儿女们 这如此的好啊 这一切都是如此的好 比如说 有一块金子像这个房子这么大 我不知道这么大的一块金子 能有多大的价值 马太飞13章告诉我们了 如果你真实的领悟 什么是最可贵的 你宁愿变卖一切都要换过来 这隐藏的宝藏 这正是使我们拥有永生的祝福啊 是让我们去天国的祝福是永生 而且把这个祝福能留给我们的儿孙 而当今说是信奉耶稣 要去天国得永生的祝福 结果呢 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害处 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是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的 我们大家经常做悔改祷告 寻找智慧的根本 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智慧与知识 无论我们去哪里 无论是我去上班 工作上 或者是我就是做一个小买卖的摊主 我也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给身边的人带来祝福 大家知道 世界级别的财阀 都写了一本书 成功的秘诀 我曾经来到主面前之前 也经常爱读这类书 也想通过读书来立志 那往往这些书里面的内容都是什么呢 一个很大的企业的公司 很大企业的会长 大老板 把自己变装成一个普通人 然后去另外一个竞争对手的企业里 应聘一个很普通的职位 然后做一些很不起眼的事情 我们大家往往都不爱做最不起眼的事情 而约瑟呢 约瑟做了最不起眼的事情 而耶稣也处于最谦卑的位置 最谦卑的位置就是微小者 进入天国的门是窄门 我们做微小者的时候 能进入到这窄门里 上帝是希望我们这样生活的 我们如果能坚守住谦卑者 这微小的位置 我们就能成功啊 大家知道这一样东西 这样东西摆放的位置 比如说 这个东西摆在什么位置 可能就相离的间隙一样了 就比如说我们射箭的时候 什么样的弓箭是好的呢 它的伸缩性要很强 往后拉得越长 这个箭射出去的也越远 钢琴有低音也有高音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他人 宽容他人 能够这包容心有多大 他就能做多么优秀的人了 包容心多大 他就能有多大的成功 耶稣是让我们 任何人都来到耶稣面前 凡是辛苦 干着重担的任何人都来 无论你是法利塞人文士 还是任何人 耶稣可没有排斥法利塞人 耶稣也没有排斥罗马兵丁 马太分十十二十八岁 任何人都可以来到我面前 我们要存 耶稣基督的心 耶稣是 耶稣责备了法利塞人文士 而耶稣也容纳这些人 美国人讲话很有意思 OK OK KO就是要倒下了 全死了 就是我的自我全要死去 这时候我们才能行啊 这一些都太好了 我每次看一些小朋友 小朋友们很高兴的时候呢 小朋友们特别高兴的时候 他们讲话就这这这这 就这种口齿都不灵力了 因为太高兴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 我们像小朋友一样 我们也像婴儿一样的时候 我们讲话也这样 要不然我也很会伪装自己啊 站在镜子面前 我也知道摆架子伪装 那这就伪善啊 小朋友没有伪装 没有伪善的 比如说家里来了 特别可贵的客人 但是在吃饭的那场所 小孩们婴儿们 就能又大便啊 拉屎啊 但是那些可贵的客人 也不会责怪他们 因为他们知道 他就是婴儿啊 他就是小孩啊 因为我们都理解 这些小朋友 这婴儿是很天真纯真的 他们没有害别人的心思 而我们的心灵 如果真的能被周边 认可的话 我们需要一段时间了 上帝让我们忍耐 忍耐能得到王的祝福 如果大家的 如果大家的为人能被认可 你绝对不会去害别人 你绝对不会去害别人 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带着什么心灵呢 你就带着吃灰的心灵 再怎么样 你也要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主 你这样做 这时候你身边的人也认可你 就比如说 好多人都知道 我不怎么打电话 甚至有个信徒 他是来参加我们教会的复兴会了 他还邀请我去他们家里的 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征丧拿 但是尽管怎样 我都不打电话 所以好多人都知道 我就是从来不打电话的人 如果大家周围的人都认可大家 大家是不给身边的人带来害处 只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的话 就是服侍耶稣基督的心啊 我们可能都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真实地被身边的人所认可 所以上帝让我们一定要忍耐 恒久忍耐 得到王的祝福 我们在这凌晨一起来得到这个祝福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呼喊阿门一起来得到这个祝福 所以我们一切都是能行的 前天晚上我做了通宵祷告 昼夜礼拜 然后没有吃晚饭 然后回家的路上 我就在路摊上买了 买了一碗炸酱面 还有乌冬面 和我的信徒们一起吃的 回家的路上就有这样的路摊 那家小店 我只去了三次 但是这个店主还记得我 我就问他 你怎么还记得我呢 他就一笑也没说话 我们每当去吃炸酱面的时候 无论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要么是好事 要么是坏事 他肯定都有印象 那分明是我们做了什么好事 他就记得我们 而且时间越久 做好事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的时候 无论你出去竞选什么职位 哪怕被竞选了 你也真实地做为人的生活 把祝福留给儿女们 这时候别人都认可你 大家每次回老家的时候 是不是都能听一些传闻 哎呀 听说这家是特别懒惰的一家 或者说这家是特别好的一家 我们通过这福音 我们要存耶稣基督的心 这才是拥有信心 我们拥有信心的生活 这时候我们口碑才好的 我们口碑不好的话 一切都不好 如果别人嘴里面都不说我们好 这一切也不好 因为上帝也在听他们的话 所以在世上有句俗话说 民心就是天意 人怎么想上帝也在听啊 我们今天要过为人的生活 世上也有很多好听的话 我们也都想过好好的日子 我们都想过为人的生活 上帝告诉我们了 过为人的生活才能得到人的祝福 而如果像动物一样生活的话 就只能走向灭亡了 上帝希望我们做人 过为人的生活 那什么样的路才是为人的生活呢 我们找一下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前面也提到功课学得越多 你也会疲乏 所以学识越高深的人 忧愁也多呀 为什么学得越多 反而忧愁呢 世上的学问真的组得太多段 你反而会忧愁的 千家户就有千个担子 万家户就有万个担子 而你在上帝里边的时候 你不会有任何的忧愁 信心是多么的美好啊 在这世上 在这世上 追求乌托邦这种理想国 比如说 你的命运改变了 就像乌托邦活在理想国一样 这些仅是文字上的 并不实际存在啊 实际上并不存在 而在基督里 这一切都是存在的 是现实生活中的 比如说 您真好 这就是用 用美国 用英文讲 Utopia 就是You 你 就是用韩文的谐音 来讲一些英文单词 上帝的话语里面 才存在着祝福 在这世上 有幸福两个字 却没有真实地拥有 什么是幸福的 好多人讲幸福 有些人说了 哎呀 今年我们种庄稼 土豆种的很多 所以我们好幸福啊 这是幸福吗 这不叫幸福啊 你在这世上 稍微成功有成就 这不叫幸福啊 要幸福的 这都是错误的观念 约一十五上十九节 这世上的一切 都是属于恶的 你在恶里边 你拥有再多 也不是幸福啊 你要属于善 这时候你才拥有幸福 传道书十二 到十三节 我读一下一二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义就是敬畏上帝 亲手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阿们 大家都阿们吗 在这凌晨 上帝让我们 敬畏上帝 然后这上帝的话语 六十六卷 所有的话语 你都要顺从 这才是人当尽的本分 什么是敬畏上帝呢 敬畏上帝 是智慧的开端 这智慧是什么 智慧 要强过 实现你的一切心愿 真言八章十一节 比如说 这一头牛 我们不是光样 我们不是要光样 牛的某个部位 我们要整一头牛 敬畏就是要敬畏上帝 是一心一道 这一心一道就是做四阶段悔改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一心一道的时候 上帝负责你和你的全子孙 后代 跟随着你们去 给你祝福 这就是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二十八节 所以敬畏上帝 这时候你和你的儿孙得到祝福 我们呼喊阿门一起来获得这个祝福 使我得到祝福 使我的儿孙得到祝福 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祝福啊 我们一定要获得这个祝福 无论是大家 还是我们都要得到这种敬畏上帝的祝福啊 我也得到祝福 我的儿女也得到祝福 我的明天比今天更好 说明我是拥有晚年的祝福的人 真实的拥有晚年的祝福 大家和我来到这里 我们是相互彼此的魔刀人 大家的刀也变锋利了 我的刀也变锋利了 站在眼前的牧师什么样 信徒最终也会成为什么样 眼前的牧师是法利塞人文士的话 那信徒们也都会变成法利塞人文士了 马太平十五章十四节啊 敬畏上帝是什么呢 我们来找一下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人当尽的本分是什么呢 你一定要获得智慧 是你的心愿得到实现 是你得到祝福 是你的明天更好 是你的儿孙子孙子孙子越来越好 而这就是去天国的祝福 有些人讲了 我天生我的福分也就这么大而已 我的天生福分仅这么小 而上帝说了 只要你敬畏上帝 你的福分只会越来越多 有些人讲 天生命运是改不了的 本来就是这么大的福分 而上帝说 你敬畏上帝的时候 你的福分只会越来越大 无论你年长还是年少 不局限于你的年龄 而且绝对不会让你有灾难咒诅的 绝对不会有不幸的事情 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 正是我们一心一道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祝福 赐予我们儿孙祝福 而且使我们在这世上拥有智慧 只要我们得到智慧 我们的心愿就都能实现 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一二 敬畏耶和华的得照生命 他比恒久知足 不遭祸患 阿妹 这敬畏上帝 是非常庞大的祝福 这敬畏正是四阶段悔改 只要做四阶段悔改 大家每个人都会需要有个切身体会 好多人做四阶段悔改 流着泪 痛哭着 流着泪水 做悔改祷告 做了悔改祷告 我内心就很平安 我平安的时候 我的儿孙千万代就一起平安了 我们要把这样好的祝福留给后孙呀 不仅这些 别人怎么说我 骂我 我也只有笑容 那有些人就不理解 说这人怎么没心没肺呢 对方在骂我 可能也不理解我 而我们拥有了上帝赐予我们的幸福 所以我们才是真能进入到 在这世上没有理想国 在这世上没有乌托邦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是真实拥有这个乌托邦 真实拥有这理想国 敬畏上帝一定让我们得到去天国的祝福 首先是去天国 所以在这世上一切都是亨通的 约三书二节 我们灵魂七圣的时候 凡事才亨通 在这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顺利 而且不会让我们遇到灾难咒诅的 好多人想去买福气去辟邪呀 而我们敬畏上帝呢 上帝会为我们负责我们子孙千万代 初而起来二十章五到六节 在这凌晨 祝愿大家获得这个祝福 使这个祝福成为我们的祝福 以此庞大的祝福啊 我们全要得到 祝愿大家一定获得这个祝福 这是多么可贵的呢 这实在是太好了 这正是人当尽的本分呀 那不仅这些呀 得到了这一切的祝福之后呢 每时每刻 让我们眼前有奇迹的祝福发生 我们就要敬畏上帝 我们就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过为人的生活 是要敬畏上帝 去天国 在这世上一切亨通 不再遇到灾难和不幸 正是做四周段悔改 敬畏上帝的时候 能得到这样的祝福 我们得到这个祝福 是我们的儿子 千万代得到这样的祝福 这时候总有奇迹的发生 祝愿所有的信族都得到这样的祝福 有奇迹发生的祝福 所以大家知道 中国刚有这个福音传进来的时候 中国人就领悟了敬天爱人 就是敬畏上帝 然后顺从上帝的话语 爱人如己 所以就是敬天爱人 敬畏上帝 爱人如己 而上帝告诉我们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 我们首先要顺从真理 我要首先顺从真理 我们才能做到敬天爱人 中国人领悟了这福音之后 接纳了这福音之后领悟过来 然后有了敬天爱人 这样的一句话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都有记录了 我们敬畏上帝 是做四季段悔改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我们为什么还要服从呢 我们做了四季段悔改之后 我们还要得到圣灵 直到顺从为止 我们虔诚了才能顺从 当我们顺从的时候 就有奇迹发生 无论恶人在旁边怎么陷害我们 我们都能把这些恶改变成祝福 对方给我一个毒药 我们也能改变成祝福 对方给我挖了陷阱 我也能改变成祝福 当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呢 当我们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 所以大家今天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 赶紧顺从上帝的话语吧 而这个顺从一定是做四季段悔改之后 获得了圣灵 服侍圣灵之后呢 圣灵帮你赶走你内心一切的魔鬼 赶走你内心的魔鬼和世上的一切魔鬼 然后让你得到这样的奇迹的祝福 本来对方是来跟我吵一架的 但是我得到了圣灵 赶走内心的魔鬼 我变亮了 那也能赶走对方的魔鬼 然后改变对方的心灵了 大家做四季段悔改之后 都会有过这样的体验 对方本来是来害我 本来是想跟我干一仗的 怎么突然变成帮我的人了呢 帮助我的角色了 所以总会遇到奇迹的祝福 把眼前的灾难改变成祝福了 遇到的问题反而变得更好了 上帝是把一切互相效力 使我们所有人得到益处的 罗马书8章28节 罗马书8章17节 我们现在眼前短暂的苦难 无法与将来的荣耀相比较 上帝是希望我们做一切的见证人 这才是人当今的本分 首先是敬畏上帝 得到这一切的祝福 然后每一时刻每一时刻 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把一切的问题改变成祝福 所以遇到红海的时候 虽然看似是一个大的问题 但是结果正是通过眼前的问题 所有的人得到了益处 那么多的人数吃了好多海珍 山味好多海鲜 大家能想象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吗 都是补身子的呀 鲍鱼啊 黑珍珠啊 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海鲜 那么追杀他们的埃及部队呢 结果都被消灭了 仇敌上帝就帮你消灭呀 我们看过电影 这个就是红海分开的时候的 这样的场景 相信今天遇到问题的时候 大家只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就能把眼前的问题改变成祝福 祝愿大家得到这样的祝福 把好的祝福留给儿女们 这正是我们人当今的本分呀 无论在什么样的事情 只有祝福 小的事情也顺从上帝的话语 然后得到祝福 在庞大的应许上 一定要敬畏上帝 然后得到好的祝福 在这凌晨上帝要帮助我们 在这凌晨上帝要帮助我们 谁要帮助我们呢 是上帝呀 所以面对上帝 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们需要只做回改祷告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使徒行传20章21节 我们只做回改祷告吧 我们做回改祷告的时候 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心里 使我们拥有信心 上帝让我们时常醒察 你是否拥有信心呢 你来到上帝面前 只要做回改祷告 上帝就赐予你信心的礼物 你要时常的醒察 大家都阿门嘛 所以我们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开始 好多人很疲劳 很疲乏 帮睁开眼睛 不可能立马就站起来 或者是跪在那里 特别疲乏的时候 眼睛睁开了 就是醒了 眼睛可能还没睁开呢 但是身体特别的疲乏 身体动也动不了 身体好沉重的 然后就闭着眼睛 内心就悔改 主啊 求主饶恕我的 污秽的罪过 因为我们刚起来的时候 每当我们一起来 我们就要寻找上帝 面对上帝 我们只要告白自己的罪 悔改自己的罪 只悔改 使徒行一传二十章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 当向上帝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阿尼 面对上帝 我们只做悔改祷告 只做四阶段悔改 这时候 上帝就赐予你信心 使你拥有信心 使耶稣基督 进入到你的心里来 以复子说二章八节 就是每当我们一醒过来 一睁开眼睛的那瞬间 我们就赶紧做悔改祷告 无论你是跪着还是躺着 你做悔改祷告 这时候上帝就给你力量 你这四阶段悔改了 你敬畏上帝了 上帝赐予你支持 上帝给你力量 真言一章七节 你有了这个力量 你就能站起来了 你站起来了 你就跪在那里 然后再做悔改祷告 然后上帝再给你力量 你再可以去洗脸 然后来到上帝面前做祷告 面对上帝 我们只是做悔改祷告的 我们只要做悔改祷告 上帝就给我们信心的礼物 上帝让我们时常形成 你是否拥有信心的 这是让我们形成 你是否时常做了悔改祷告呢 你要时常做悔改祷告 你时常做了悔改祷告 你的问题就改变成答案了 你的问题就改变成祝福了 只要你时常敬畏上帝 你和你的儿孙就得到祝福 让你们最终去天国 给你们抵挡着一切的灾难咒诅 这才是人当尽的本分 我们过为人的生活呀 在这凌晨 我们要得到这样的祝福 使我和我的儿孙 都得到这样的祝福 使我们的心愿获得实现 多么好的上帝 我们一起呼唤阿门 人当尽的本分 过为人的生活 我们今天要得到这样的祝福 相信我们的子孙千万代 相信我们子孙千万代 得到这样的祝福 使我们都做爱国者 无论是爱国者还是孝子 都要做为人的生活 我们一定要拯救这个民族 拯救这个国家 我们要做光 做盐 我们拥有信心的时候 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和民族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 但是我们要拥有信心的生活 我们一起合起心来 来到上帝面前悔改 告白自己的罪吧 大家昨天都做了悔改祷告了 但是我们总是想倒退 又有罪了 就比如说 我们在洗一样东西的时候 总有一些部分是擦不干净的地方 很容易脏 所以我们要反反复复总要擦洗 大家总做悔改祷告的时候 大家就能领悟 哎呀 我这个淫乱罪特别的多 我特别爱说谎 爱说谎的罪 我好反复 好重复 所以大家就知道哪方面大家要需要多么的重复的洗罪 无论是大家还是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从祖上那里流传的罪 我们都能领悟祖上的罪都流到我们身上了 有遗传在我们身上 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 把自己污秽的肮脏的全告白出来 我又跌倒了 每天我们都在跌倒 我们要反反复复的洗罪 这时候我们才能过为人的生活 上帝是希望我们得到祝福的 上帝要赐予我们奇迹的祝福 当我们敬畏上帝 找回智慧的时候 我们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我父啊 我们心里有污秽的肮脏的罪 又让我跌倒了 主啊 我告白 我是罪人 我分明是个罪人 你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告白我们的罪 我父就饶恕我们 我们祖上犯了一些污秽的罪 主啊 求主使我们不要抱怨我们的父母 让我们领悟过来父母的罪都在我们身上了 我们来到主面前 一一的告白出来 求主竭敬我们 来到上帝面前 只做回该祷告 这时候 我父赐予我们耶稣基督 使我们拥有信心 今天也照着我们信心 如是为我们成就 求主使我们全获得这个祝福 我们确信我们的儿孙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奉耶稣的名 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